美国的CIA退休的资深官员怎么说 乌克兰反击比较适合武装突击 他说甚至可以转向更大范围的暴乱 或是地下城市行动 来自美国的所有讯息现在都讲 他们不谈要撤离平民 俄罗斯讲说赶快撤离平民 但是美国到现在为止 美国没有在那边呼吁要撤离平民 美国就是告诉大家死守死守 然后怎么守 转向更大范围的暴乱 或是地下城市行动 乌克兰真的要这样吗 我想很清楚 看到这场战争 美国天天在那边好像道义呼吁 好像多仁慈多 看他的手段跟他说的刚好相反 就是害人去死 然后想把别人拖得更久 不过这个事情 我认为这个我们对乌克兰说真的 不是那么样的深入了解 因为我有限了解 乌克兰的一半的人 身上是比较轻二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网开一面 三面加工制造大量难民 如果在东乌这边 比较轻乌克兰的反二的 那也许你就跑吧 那他如果到这个地涅泊和为戒 东乌克兰大部分都是亲俄国的 他把这个地跟人都留下来了 那西部再看 那他们当然是希望把它搞成像越南一样 长期拖着你闹战 让俄国拖不了身 这是一个 那俄国会不会完全照他的这个想象那样 这是俄国得面对 但是后面是说把俄国拖着就耗 耗久了 反正乌克兰你完蛋不干我的事 你粉身碎骨 你就一谈戏乱他们也不在乎 那俄国拖垮才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俄国真的那么容易拖垮 我认为俄国本身 说真的他的能源 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他还可以输出 粮食他也是大国 矿产他也很丰富 工业有基本到一定程度 更重要如果说民生用品 那后面 后门接着就是中国大陆 双卖已经签了条约 那大家一物一物 他这个石油天然气 换他的这些工商业产品 他不见得撑不下去 所以就这一点认为说 好会把我不晓得谁经不起号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乌克兰市一定是经不起号 那欧盟 我们等一下都会谈到 这两天股市跌成那样子 重要是油价涨成那样子 那这样弄下去 全世界到底谁经得起 就美国 美国自己也是一样是 这个地带物产丰富 能源很多 粮食也多 那问题是其他人受不了 你美国也许受得了 那我也不会跟他刚刚讲 俄罗斯说不定也受得了 你这种情况之下 所谓的把它这个往下拖 然后打城市优机战 甚至地下钢 当然是就短期而言 希望能够把战事搭场 把它拖延 让俄国更多的消耗 那这是短期俄国得在战术上 怎么面对 另外他们当然是想长期搞 然后是继续弄下去 我不认为长期这个策略 能够得逞的 全世界都受不了 我一直觉得 就以现在来看 打击俄罗斯 拖垮俄罗斯 跟停止战争是两回事 显然美国还有西方国家 想做的是前者 就是他想把这个俄罗斯给整垮 那他并不在乎 是不是战争的立刻停止 这场战就是他们三封点起来 你看这个泽伦斯基尔在讲 是说美国的拜登完全可以做 让战争停止下来的事情 他讲得这么清楚 谁有能力谁可以谁应该 就是你拜登 所以并不是不能 可是你看 这些什么CIA的官员 这些什么退伍 这些情况 都在那边交一些坏部署 让这个事情更恶化 让别人死得更多 然后他这边获愚翁之力 所以说这个美国 这个是坏头的 问题是 全世界人都是笨蛋吗 所以刚刚有一句说 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居心这么不良 然后从中谋利 然后让别人以灵为祸 全世界都知道 他真的可以完全得逞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事情未必会这样发展 但是美国的这些官员 这些居心都露出来了 这个狼子野心 那乌克兰最惨 你今天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打还是不打 打下去打得赢打不赢 可以打多久 因为他那个总统讲 那什么 我们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谈 说活着大家一起吃饭 那我要问 谁能活着 目前已经死很多了 这轮世纪 这些因为你的不胜 你引发了战争 导致今天国家这么多的伤亡 这些已经死掉的人 已经没有办法吃晚餐了 你要再讲说活着 当然你今天古武世纪 你要讲这种话 另外是活着吃 就算活下来 谁活下来 那些难民如果长期过那样的日子 吃那种晚餐 有什么意思呢 那种日子能过吗 更重要到时候 你会跟大家一起吃晚餐 我听他都有两个解读 一个是他跑得掉 大家都在那边跑不掉 或者有些人死了 他跑得掉 到时候会不会跟这些难民 一起吃晚餐 不知道 可能整个讯息说 我们会赢 明天会回复原状 我们可以继续回到家里 过我们原来的日子 我会跟大家一起吃晚餐 这种你是不是不得已 你要经营这个事气 一个提振 讲一讲嘴炮就好 可是现实每天都死人 很多人已经没办法吃晚餐了 很多家庭已经破裂了 你今天就讲说我活着 我跟你一起吃晚餐 这完全不负责任的 这是非常糟糕的 嗯